文人也不得了 詞曲 李宗盛 暫時 字幕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連蛇花之君子 文人以連為彼得高尚的象徵意義 留意其老師 他的思想裡面 對文人雅士生活態度的一種極力的一個追響 然後也期盼能夠重返到文人品的高尚境界 那麼這次整個是劉靖居老師在台灣的第一次的各展 這麼多作品 那麼也希望這個劉靖居老師各展成功 劉靖居老師難得從新加坡來喜歡的話 要是今天聽完了有所啟發的話 趕快去找一個劉靖居老師請他簽名 讓我們可以做一個收藏 一些古人以前好竹竿形成龍骨 竹居方面來講的話 它是把它包在外面那片葉子 既然是在外面那都那麼樓袍嘛 我在畫這部畫的時候 當然我是以西方的一個角度 來看待它的樹苗外形 我裡面的那些明暗讀的東西 都是用文字去把它堆積起來 是我在畫這部畫過程中 我在思想我在聽音樂 又或者是我忽然間想到某些東西的一個 詩詞用文字去把它進入在裡面 當然我在畫這部畫的時候 主要的一個中心思想 在陽光底下 或許其實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 它根本 很難去分辨 就是跟人一樣 陽光底在所看作的獨立 獨立是真的 也不一定你真正的獨立 那到底是什麼 反正是在你的我們的那個道理 我們的鏡子裡面 看上去真實的東西 我理解何花是一種生命的循環 那麼蓮蓬裡的這個蓮子 在這個蓮蓬乾枯了以後 蓮子會跟蓮蓬分開 分開之後它的這個桿子啊 就會彎曲因為水分乾了 它彎下來 一彎下來就把乾掉的蓮子 倒進水中汙泥裡 然後再繼續成長 這是一個生命的循環 所以我就用的比較寫實的說法 很習慣性的 喜歡用一些緊實味的 很緊實把它製成這樣 蟬是什麼 它可以說是 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是 其實我的話裡面大部分 都是偶然以 不可掌控性跟掌控性的一個情形 這麼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